大白天在武汉的长江边看到了一个盘然大雾 看到没有正向我们缓慢的过来 这到底是什么呢 然后在长江上面还有好多这样的盘然大雾 它的颜色通体发白 然后速度不快不慢 在长江上面游来游去的 等会儿都跟大家揭秘吧 我们刚刚应该看到了吧 有一艘那个盘然大雾向我们游过来 然后这边呢是武汉的长江边 这里是一个石碑 然后这里是江汤 也是长江的入口 然后汉江呢从这边流过来 你知道汉江它从哪里来的吗 上游是哪里吗 丹江口水库是河南和湖北啊 共同建的一个水库 一个水库横跨两省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丹江口水库啊 它那个水啊是南水北调的一个启发点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这边呢是长江上面好繁忙啊 又有一艘庞然大雾过来了 刚刚那艘庞然大雾汇入到长江里面去了 两船在此交汇 形成了一个静位分明的景象 汉江水明显要浑浊 水流速度要快 长江更加的平淡无奇 左边是长江 光鲜亮丽 汉江这边是稍微浑浊一点 因为上面有那个水啊排下来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呢是武汉的龟山 上面有个电视塔 然后这边呢是长江 然后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道线 有人说这个位置就是武汉的龟蛇所大江的一个位置 你们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乌龟头 乌龟的身子 在这个下面啊 可能现在没跟大家拍到 然后代表的这个乌龟 然后还有龙的头 和今年的生肖龙年也比较应景嘛 然后这里也是龙王庙 然后前面呢有很多人在这里休息 晒太阳 真的很惬意啊 然后在这边看到一个非常景象 就是龟蛇所大江 你知道什么叫龟蛇所大江吗 因为武汉有两座山 分别是八分山 还有这个龟山和蛇山 这边是龟山 对面长江 武昌那边是蛇山 正好长江大桥在上面横跨 然后就形成了一道敬畏分明的景象 叫做龟蛇所大江 这种景象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和壮观 不知道你们感受到这里的 磅礴的气势没有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一艘货轮过来了 准备汇入到汉江里面去了 应该是去上游了 这边是下游 长江是下游 因为从小河到小溪 看到没有 这里是乌龟的身子 龙的头 刚刚我说的就这个 给大家终于拍出来了 站这里还能看到武汉的黄鹤楼 还能看到武汉的长江大桥 它是我国首座宫田两阳大桥 发现了吗 就在我的镜头的正前方 长江大桥 和那个南京的长江大桥很像啊 两艘货轮交汇了 好壮观好雄伟啊 这边呢 看到武汉的皇帥 那么我们在这里 然后我们回答